有人问我 你除了喝酒 你还会干什么 我的天 我都想笑了 喝酒你以为那么容易吗 喝酒起码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会聊天 会沟通 会社交 会吹牛 会看人 能熬夜 能起早 懂政治 懂娱乐 懂情调 还得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经得起老婆弄骂 受得了儿女的白眼 你以为喝酒那么容易吗 喝酒是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修养 是一种高尚的情怀 狐狸乾坤大 杯中日月长 如果连喝酒都不会 你会干什么 都是假的 北京动物园母女挑战老虎失败以后 宁波又有人 站出来挑战老虎 又失败了 近几百年成功的只有武松一人 无人能破 因为武松喝了十八万酒 才打死老虎的 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酒还是要喝的 喝了酒 别说是老虎 世界都是你的 哥们记住了 有空就整两杯 我请不吝点赞口 40分钟